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做完之后,还要一个什么呢?下一笔 下一笔,是下一笔还是下一页?下一笔,OK 下一笔要怎么增加呢?特别注意,这个地方,请各位注意一下,直接在它旁边 因为这个上一笔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做超连接,其实有个拖揽的方法,就是Ctrl C Ctrl C之后在它旁边,特别说,这个是一个完整,对不对?就是A,H,R,E,F,到斜线A,后面再Ctrl V一下贴上,那把它改什么?改配局2,因为它连到下一笔,所以这边的话改成下一笔 下一笔,那这个地方改成什么? 应该改成A,应该是R,因为一个L,一个R,好,再点这边一下 OK,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下一笔,上一笔,我们来看一下,即时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这样就OK了,好,点下去,有没有看到,因为它有两个按钮,所以它会自动怎么样? 反正一个就放左边,一个就放右边,这个是固定的,如果你有三个的话 会不会摆中间呢?不会,第三个会怎样?可以试试看 第三个会把,好像会把第二个给盖掉 就是说如果有三个的话,它会盖掉其中一个 所以上面只能放两个就对了,最多就放两个,不会有第三个就对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好,那这样子的话,按下一笔,下一笔就跳过去了 上面没有吗?对,不过没有关系,上面其实你只要做一个就好了 其他的话怎么样?做一个正确之后,另外的怎么样呢?把它复制 贴到其他的页面,再来做什么呢?做修改连结的部分 这样子就完成了 OK,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我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插入那个上一笔下一笔的时候 记得就是说,在这边我看一下,这边插入那个超连结一下 文名称叫做上一笔 然后连结的话就是连结到景 配取 配取 其实如果说我邮票不放这边,放这边的话怎么样?按确定 各位有没有发现,它变这样了 所以我刚刚是放在这边,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放在旁边,它变成就是会最大化了 不过这个时候我们来试试看,如果说把它搬出来也OK 特别注意就是要搬到斜线H1的外面就可以了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两个按钮 拐凭 拐凭 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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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